金小姐 很奇怪,我們會覺得 其實所有的論述之中 所謂的換性人士所爭取的 其實只不過是一男一女的婚姻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反思? 為什麼公眾會有這種的誤解呢? 是因為,至少我們會覺得 是因為一些小眾團體 他們經常在公眾的論述之中 講一些好性多元的理論 比如說男和女是沒有分別 自己可以是男也可以是女 其實甚至乎今次的提案 也特別提出了 可以完全不做手術都可以 我們會覺得 這是一個性多元的運動 一個主張 但是跟一般的換性人士的主張 他們的願望是並不相符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其實當我們一般講 跨性別這個字眼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分成兩類人 一類就真的好像剛才這麼說 是性多元的人士 一類真的想做回一個普通的男孩子 一個普通的女孩子 他們當這個手術 他們不會當是什麼酷刑 因為真的是一個治療 好像你身體多了一些東西 少了一些東西 你去做手術 是一個很physical的東西 你不會說 我手腹產 或者我牙痛 我醫牙 很痛 就是酷刑 是不可能的 還有 如果真的按照這個議案 不需要做手術 反而是標籤了 換性人士就等於性多元人士 那就很大問題了 我自己都是換性人士的一份子 有一些姐妹說 你這樣通過了 我辛辛苦苦 這麼掙扎回來的一個女性的身份 讓你這樣一搞 就變成標籤了額頭上寫著 不是女性了 可能是 可能說得難聽一點 在這裡 可能是有JJ的女人 這樣是會對她們的人生 帶來非常沉重的壓力 像我這位姐妹一樣 你不如殺了我 我一世人唯一的願望 就被你這樣毀滅了 所以我希望 各位以後的人討論 是針對W小姐同樣的情況 以及考慮中港青聯的一個 溫和一點的建議 多謝 好 多謝